445尺的兩房 有適合你三世 進來就是一個長年的TED 這邊就是下TED 有外列一個梯形的路台 看出去就看回徒弟那邊 樓雖然夠大 但很有生活氣 上面還有一個山景 這裡就是一組L型的廚櫃 開放式的廚房 所有東西就是 木色面和白色面很整齊 空間利用上OK的 都夠小的位置 給你洗東西 鐵東西 煮東西 電話煮 下面的收納量都夠 洗機就放在這個位置 放進去滾一滾 出去浪一浪 OK的 最房間就標準Size 兩米一乘兩米 配一個大窗 採光OK 通風又OK 通常的發展箱都比較大小 而這邊就是兩房 果然是更整齊 還有一線玻璃窗給你 做通風對流 正的 主人房就給剛才那間房 當了一個走廊位的位置 那邊就給你整衣櫃 窗外面就非常正 如果高層呢 除了看到舊樓 看到山 還看到兩個泳池 如果低層這邊 最主要是慈景 遠景 中間的位置 都是扭景為主 你一邊就買高一點 一邊就買低一點 我的建議就是這樣 遲些單位大概是600點 去到800點 你會怎樣 兩邊就買高